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辽宁新冠疫情的通报 那么在12月19号的零时至24时 辽宁省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为大连市报告属普通型病例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新增确诊病例为此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在集中隔离期间排查发现 已经转入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大连中心隔离治疗 截至12月19号24点 全省在院治疗两例上有7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昨天大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本次疫情的相关情况 疫情发生以来 大连市按照应检进检原则 组织20余家医院2500名医护人员 进驻金浦新区街道社区 迅速设置了500个采集点 全力推进金浦新区15个街道 以及阳性病例所在地区人员核酸检测工作 即使入检 金浦新区全员核酸检测 共采集81万3504人次 其中有19万2567人次检测结果已出 新闻音信 目前京省总指挥部同意 已将大连市金浦新区先进街道 尖锐小区B区划定为中风险地区 并实施相应管控措施 同时大连市全面加强冷链动品防控 落实进口冷链食品首占定点制度 严把入口关口 加快集中消杀监管区建设 做到PP检测渐渐消毒 实现从口岸到冷库转运 全链条闭环管理 大连市还全面加强冷链从业人员 封闭集中规范管理 对冷链企业的冷库实行派注制 挂牌负责 冷库一线人员固定集中居住 人和环境每周至少做一次核酸检测 从严做好相关人员健康监测 核酸检测等工作 确保做到全覆盖无遗漏 对食堂 企业冷库 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 加强测温 扫码 防护设施佩戴 消毒等 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严防发生聚集性疫情 本台报道 结合东春季疫情防控监管工作的实际要求 大连市市场监管部门 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精准施测精细管理 清新应对进口冷链食品 疫情防控工作的规定 全力以赴严格管理 强化冷库监督管理机制 对定点冷库建立一对一冷库负责制 严把进口冷链食品入库关 从12月20号起实行挂牌监管 非首站定点冷库 自12月21号起 不得入库储存进口冷链食品 对定点冷库接触进口冷链食品的人员 实行集中居住管理 不得随意外出 原则上进口冷链生产加工企业 集中安置员工食素 如确须每日通勤 必须统一安排车辆 实行全链条派驻管理 针对筑存分销 生产加工批发零售 餐饮服务全链条 派驻专人监督管理 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整改不到位的立即责令封闭 对生产经营无合法来源 无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无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合格证明 无消毒证明的进口冷链食品 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严厉查处非定点冷库 违反规定住存销售冷链食品的行为 实现全链条追溯 大连市冷链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在全市全面上线运行 实现一端上报 多端共享 及时准确上传货物来源 去向数量位置等关键数据 强化市场监管 口岸 交通 卫健等部门相关数据的交换共享 全方位无死角管控进口冷链食品 与此同时 大连市各地区围绕本地企业产品 涉扬或人员涉扬两种预设情景 针对界定 涉意边界 开展流调 产品追溯及处置 人员隔离 环境消杀等因素 从人员调动 力量匹配 物资保障各个方面 组织开展综合性用机演练 我们再来关注 今天上午大连的最新疫情通报 2020年12月20号 零时24时 大连市新增一例确诊病例 由之前的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属普通型病例 新增一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在对中风险地区隔离人员 进一步深入排查当中 发现一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病例 李某女性38岁 经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已转运至省集中救治 大连中心隔离治疗 正在对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全力排查 并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目前全市累计报告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三例 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 本地无症状感染者六例 今天上午大连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总指挥部 还发布了关于实施进一步加强金浦新区防控工作相关措施的通知 同时如下 有意先进雍正光中 站前五个街道的居民 无特殊情况尽量不要外出 非必要岗位工作人员不要上班 小区内居民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 不可出控制区域 限制出小区 公共场所全部停业 区域内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 所有师生不出控制区域 另外上述区域内居民无特殊情况 近期不要离开金浦新区 同时还发布公告凡是12月2号以来 到过金浦新区的光中街道 金润小区 一都公司港区 海青岛街道 新晋街道 湛前街道 雍正街道 友谊街道 特别是到过上述区域内的金润花园 魏魏仙家常菜馆 格林小镇周边旅店饭店 请到居住地的社区申报 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来免费做核酸检测 请做好防护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 大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今天上午发布了 关于地铁三号线九里之线 即刻停运的通知 那么根据大连市统筹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总指挥部 关于实施进一步加强金浦新区 防控工作相关措施的通知要求 经大连金浦新区统筹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指挥部的研究决定 地铁三号线九里之线 即刻停运